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要看这道题的正整数解 由几组 对于这个的话 正整数解 我们可以先把它做个转换 转成非负整数解 也就是我令 X1等于什么 Y1加1 或者说Xi等于Yi加1 这样子原方程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了Y1加Y2 加Y3加Y4 这里就会小于等于什么 10减4 这边是6 原本我们熟悉的提醒是等于6 现在小于等于6该如何解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猜成什么 等于6 5 4 3 2 1 这样一直下去就可以了 4个数加起来等于6的 非负整数解该怎么解呢 解也就是用6个1 跟什么呢 跟这个三个加号 来取间隔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会得到什么 会得到C9 3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变成是C8 3 C7 3 C6 3 C5 3 对 那C4 3 跟C3 3 好 所以这题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加 就可以得到答案 但C3 3 C7 4 3 C5 3 这样一直加起来呢 会变成这种 会变成这个C14 好 所以这是一种做法 就是我们把它拆成6 5 4 3 2 1 这样下去 但这题的话呢 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就说对于这个小于等6呢 我今天呢 可以来做一个假想变数U U加上U1加U2 加U3 加U4 好 那这里呢 就让它等于6 好 这样就变成6个1 跟4个加号来配列 那这样子对应的方法呢 也是C14 好 所以对于这不等式 这里有个精巧的方法 就是设一个U 来处理多余的部分 OK 那如果不用这个 我们用分类讨论呢 也会得到一样的答案 那这边 我们就建立一个 很有趣的组合 很等式